朋友们,大家好 有网友总结 中国男人饭桌上的炫耀套路 一,酒特权 开戏前把酒拿出来 如果不是茅台 酒一定要有说辞的 哪个酒厂的 通过什么关系拿的 这酒的故事一定要讲一遍,等等 二,看病特权 一定要炫耀一下自己 或者家里人得病 看病都得是北京协和 三零一,上海复旦,华山 找的什么领导 别人要排队等一年 他只等一周 种种难度,怎么过关的 三,美食特权 通过正常人拿不到的山珍海味 于一定是野生的基础要求 螃蟹是自己家 或者亲朋好友家自己养的 不对外的 这个菜怎么吃 那个是在哪里吃到的 坚持三天吃海鲜 也不会食物中毒 四,项目特权 也就是政治特权 这个就不说了 这是基础 领导关系 运作智慧 竞争太激烈 没有罪卷 只有更卷 五,性特权 谈这个前提是没有女士 九国一巡 有时候就忍不住了 下三路事情 永远是大家共同的最爱 女客户 女同学 女同事都跑不了 叶总会的一往情深 摇筛子做游戏的趣事 再牛的 就是睡名人 小明星 网红 主持人了 演艺圈 导演 台长要论一遍 六 教育特权 最受不了的是 聊完各种下三滥的名利勾兑之后 还要下白一下孩子 中学的话 国内名校校长 局长都是铁哥们 上培训班花多少钱 如何给孩子做的铺垫 有的大哥 孩子只在美国 本科去的都不够格 起码要高中 有的初中 小学就在美国 这才叫 耕红苗正的留学生 除了成绩好 一定要各种社团 各种极限运动 这个奖 那个奖 导师多牛 顺便下白一下家里多民主 尤其是要提一下 孩子多懂事 三观有多正 真的很分裂 下面是一则 母亲发给女儿的短信 你给妈妈的信息 我看了 我们现在不用和你男朋友见面 见面也很尴尬 男方的情况 大概也了解 通过你和舅舅得来的信息 其实我们对她的要求也不高 一 在赣州市有正式编制的工作 二 结婚要有新的婚房 三 结婚要给你买辆20万左右的车 四 结婚时必须按新国市当下的风俗来办 不会低于60万 现在廖宾有没有具备结婚的能力 如果这点条件都达不到 见了面能聊什么呢 事态升级 江苏素签 禁止打印店打印控告材料 警方回应惹质疑 根据江苏素签 多家打印店店主反应 当地公安明确禁止打印店 给顾客打印涉及控告内容的材料 一旦发现 将面临2000到5000元的罚款 什么是控告材料 仅从字面意思 便可以了解 是控告他人或者单位 机构等 所需要准备的材料 很明显 控告材料并不是违法违禁物品 然而 江苏素签却凭借一刀切的方式 禁止整个地区的打印店 打印控告材料 此事已经曝光 瞬间便登上热搜 近日 上海一女子身着制服 自称三代税务人 爷爷和父亲 都是税务局干部 自己现在也成了税务人 还说要将税务移拨 在家中一代代传下去 对此 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回应称 一项领导汇报 正在了解情况 重点是传承 也就是家天下 据BBC News中文网说 在北京释放 支持特斯拉在中国 推出其自动驾驶系统的信号后 特斯拉的股价 周一4月29日 大幅上涨15% 据媒体报道 中国互联网搜索剧情 百度已与特斯拉达成协议 使特斯拉可以基于百度测绘 和导航功能部署 自动驾驶服务 痛心 广东煤大高速他方 已至24人死亡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 5月1日20时10分左右 广东煤大高速大步往福建方向K11加900米 茶阳路段出口方向2公里左右 附近 发生高速公路路面塌陷事故 经现场核查 事故共造成20部车辆陷落 未发现微化车辆 客车等大型车辆 涉及人员共49人 其中确认死亡人数24人 30人正在医院全力救治 暂无生命危险 公路他方路面长约17.9米 面积约184.3平方米 下面是一位网友发出的信息 我大姐一家人也在里面 生死未至 有网友跟帖说 吉人自有天相 别太担心 然后 那位网回复说 一家五口 没了三个 20辆车陷落 24人死亡 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 据广东梅州大部 县委宣传部消息 广东梅大高速查阳路段 路面塌陷事故发生后 截止5月1日15时 经现场核查 事故共造成20辆车陷落 未发现微化车辆 客车等大型车辆 涉及人员共54人 其中确认死亡人数24人 30人正在医院全力救治 暂无生命危险 目前 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 中国双色球彩票开奖 又发生歧视 第2024048期 2024年4月30日 周二 一等奖 七柱重 每柱770万2490元 其中有五柱 是在同一张彩票上的 也就是说 同样的号码 买了五柱 这次 又神奇地 把彩票的奖师掏空 说明他们根本不想掩饰 说明他们根本不想掩饰